点一盏灯 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 尼波尔慈悲朝宋之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释迦摩尼降生于今日的尼波尔兰皮尼 是在古代嘉匹荣卫国境内 师尊为古印度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 佛教的创始人 尼波尔亦是亚洲的古国之一 拥有丰富的古老文化遗产 北与中国相接 其余三面于印度为零 是来往印度西藏中国的必经之路 尼波尔是从古代以来就能适应甚至容纳远地而来的新民族 并互相融合与同化 至今有三十多个民族形成特殊的民俗风气 人民长期在印度教佛教的熏陶影响下 百姓对于宗教是十分的虔诚 堪称是众神的住所 尼波尔境内地处于高海拔地区 尼波尔境内地处于高海拔地区 世界上最高的十座山峰中 有八座位于国境之内 包括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加德满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经济及交通的中心 它的位置也恰在全国的中心点 位于喜马拉雅山下 巴格马蒂河北岸 气候温和土地肥沃 四周都是地律清脆的高山 风景十分秀丽 自古即是尼波尔人民的活动中心 加德满都 建成于西元七百二十三年 当时的国王将他命名为康提普尔 泛雨亦为光明之城 康提是神非吉祥天女的别称 普尔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所以康提普尔 亦该地是吉祥天女居住的地方 当时虽称他是臣 其实规模甚小 此后人们又以这为中心向外扩展 修造皇屋 并将形成的行都室 叫做加德满都 气候宜人 中年鲜花盛开 宋有山中天堂及山国春城的美誉 传说中加德满都的古地 在很早以前是一个大湖泊 蛇湖 文殊菩萨听说此处莲花盛美 到此赏莲 见淤堂妨碍人民进出生活 于是用剑将湖中南面的山峰劈开 让湖水及大蛇随着流水而出 行程是和人们居住的迦德满都谷地 小鲜撒 Casey 江津 最后热有水 同样的框子 才能透明 如同样的框子 位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佛达哈佛塔的宪旨是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士 在《大佛塔传说》中所提到的满院大佛塔 也是齐发院弘法度众生成佛的遗址 成为莲花生大士精神的向人帝 在莲花生大士本身传中记载 连师在桑野寺向藏王赤松德赞和二十五位弟子开示云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与菩萨的殊胜功德 如如不变地融入这个清净的容器后 这大塔即称为如意宝珠 能令众生一切的祈求 一切的愿望得以实现 因此全球的佛教徒 皆称这佛塔为满院塔 这名字更准确地诠释了佛塔的意义 满院塔由三层解白的八角形平台和整座塔所构成 代表着天地水火风宇宙的五大元素 而主塔的四面是蓝白红三种颜色 四面所彩绘的佛眼象征佛陀 无所不在地以慈悲之眼关注着众生 佛眼下方的符号不是鼻子 而是尼泊尔的数字一 象征着万物和谐一体 众生皆平等之力 当我们用耳朵聆听大佛塔所发出的声响 便能在心中种下殊胜觉悟的种子 当我们以虔诚的心注视着大佛塔 当灵命中的那一刻 死后中云神在终有飘荡时 养成礼拜满院塔的功德力 能令恶鬼畜生地狱这三恶道之门关闭 众生若能以亲近心 在大塔前顶礼 造型与礼拜 所获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慈悲的大和尚 带领大众向满院塔祈愿 并教导我们来到尼泊尔礼拜满院塔时 必须将这里当作是生命的转环站 将身心所有的障碍克服 并成就一切善愿 更需要思维无常 将每一天当作生命最后的一天 唯有时刻体悟无常 珍惜人生 这样我们才能生起 精进勇猛心来羞耻 断除自我烦恼与恶业 不忘菩萨自立立他的精神 养障大众的发心与愿力 共同来成就 这满院塔的殊胜愿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许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吻 打赏 吻 尾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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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流落街头 终日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生活 三年多来 在战日法师与索南隔西的努力下 天天发送素食免费便当 就及当地无数机场碌碌 无依无靠的灾民及街友 其中大多是社会中的弱势族群 包括老人 残障者 以及小孩 长期以来 战日法师秉持海淘法师慈悲友情的理念 不断地想方设法 试图帮助他们远离饥饿 贫苦 尤其慈悲元素时 近来因为取用的人数 以及米价的增加 迫使成本大幅提升 也获得大众及踊跃响应 随喜护持不失 而今日 现场的游民 并收到团员们制送的毛毯 以及领佣金 纷纷以何时回报 并露出感恩知足的笑颜 海淘法师感谢所有菩萨大德们的付出 并为大众慈悲开示 所以你看到你妈妈生病 儿子生病 你心里会很痛 那就是一种有修行的征兆 你各位必须把这个征兆拿出来 如果你看到他们在吃 你没什么感受 那可能你的内心状态 太过于覆盖自己 我只管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要一直想着 对面的妈妈 对面的爸爸 对面的过去的儿子 还有现在连筷子都没有 他们难得吃一顿 然后你要让自己看到心里很感动 甚至想要掉眼泪 因为看到这个世间种种的不圆满 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不圆满 所以各位平常一定要想尽办法 告诉自己如何跟对方 哪怕一只蚂蚁 你都想要跟他结缘 这个缘分结到了 然后将来我们就成佛以后才有众生可度啊 所以为什么叫念一下慈悲缘 所以透过各种的慈悲心跟动物道 恶鬼道 任何六道众生都想要跟他们结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拥抱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都希望跟爸爸妈妈结一个缘 如果你不理一个众生 就是要舍弃一个众生 那你的菩提心就破掉不圆满 所以虽然有时候境界不太容易 但是各位不要起深恨心分别心 不关心 那我们的修行的就不能满怨 所以我们都满怨他 就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能够满怨 真实能够利益他们 那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能力 这么圆满 至少一直结缘 一直结缘 所以各位跟他们面对面相做 因为现在末法时代 贫穷 病苦 灾难 各种的冲突 等等不断地视线出来 所以光有佛法还不够 要把佛法用为一种行为事件 希望大家 能对尼泊尔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众生生起一种悲心 并对这些如母众生 能承担他们的痛苦 进而渐渐发起广大慈悲心 追随海淘法师慈悲的红法行律 让世界上的每一鱼 都遍布着佛陀的慈悲大爱 众生也因为我们的菩提心而离苦的乐 直至最后成佛 获得救济安乐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 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愿为助 以大智慧回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 蔬食的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咳嗽、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恰大荡 法无伤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金属 只会如何 自归一色 当愿众生 同理的酒 一切无完 何难胜中 赎难胜中 孰命放生 大制度论云 诸鱼最重 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 放生第一 吃素只是消极点 不再造新的杀业 但以前我们以造 以欠的杀债 还是有因果报应的 还是必须偿还的 而放生就是积极的 偿还以前我们所欠的无数的杀债 并且放生是救急救命的行为 消业最快 善缘最深 福报最大 对于我们修行的往生大业 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放生 每天想办法 都去做这个工作 那这各位如果经过调具店 你是开车 至少每天去买几盒 要救几只 能救的有限 我们能做 但是我们的悲心很重要 不离开悲心 所以除了老师念佛 第二个 礼灿 拜佛 第三个 戒杀吃素 第四个 叫我们要赎命放生 救命放生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食 随行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应看看 愿 roasting歌舞 不发 är 天使 在美 记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